大家好我是还不过来 健康又好吃的植树米糕想吃吗 做给你看 影片后面还有失败经验分享 那我们开始吧 材料有 去皮植树200克 玉米淀粉15克 牛奶200克 再来米粉或是粘米粉120克 糖60克 先把植树洗干净去皮 头尾切掉 然后切片 煤蒸熟的地瓜比较硬 如果会划刀要小心 最后切丁 我喜欢切小一点 把等等要装植树米糕的容器 滴一点植物油 用卫生纸均匀涂抹 最后会比较容易脱模 取200克左右的植树 放入锅中 倒600克的清水 盖上锅盖 开大火煮到水滚 水滚后打开锅盖 稍微搅拌后 再盖上锅盖 转至小火 大约煮5分钟 这时准备另外一个容器 倒入再来米粉120克 或是粘米粉 再倒入玉米淀粉15克 最后加上牛奶200克 搅拌均匀到没有颗粒的状态 这时候5分钟时间到啰 关火 倒入糖60克 搅拌均匀 倒入粉浆前再稍微搅拌一下 慢慢倒入锅中 边倒边搅拌 这时候都不要开火 等到搅拌均匀后 再开小火 均匀搅拌5分钟左右 这个步骤非常重要 我影片最后会有失败的范例说明 至少要到这样粘稠的样子才可以 然后关火 倒入刚刚抹油的容器 挖干净 不要浪费 摇晃容器 让直属泥整个塞满 不要有缝隙 也可以用筷子辅助 再用锅铲或是小汤匙 把表面修平整 这里也不要浪费哦 把碗口用锡箔纸封好 然后四个方向都打个小孔 让食物透气 锅子放入足够的水 置入容器 开大锅煮 等水开始冒烟 再转中火 计时45分钟 中间我会检查一下水量是否足够 避免空烧危险 水不够的话也可以加水 时间到了 关火 小心打开锅盖 检查有没有熟 按压表面 油无成形 再往里面搓看看 虽然还有粉浆 但吃起来没有生味 这次算有成功 等到不烫 再移到餐桌 放置室温 大约两个多小时 再放到冰箱冷藏 留天就可以吃啦 膏类食物容易黏刀子 但我没有塑胶刀 所以用保鲜膜把刀子包起来 比较不会黏 先用刀子在旁边划开 然后倒扣 用力晃几下就可以多磨哦 颜色蛮好看的 梦幻子罗兰 不过就是边边有孔洞 真的是没中不足 切的时候慢一点 也可以切成方形 比较好入口 那我就先来尝看看咯 它很像是甜地瓜口味的 萝卜糕 有牛奶香 地瓜的绵密 不会很甜 吃起来不会有负担 美味 用来当下午茶或是正餐都很可以 以下有几个失败经验分享 一建议用锡波纸包覆 避免表面让水滴露 二草紫薯浆 如果草比较熟会很稠 放入容器要很小心 旁边是否有填满 不然会影响美观 我有一次就是没有注意到边边 结果成品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虽然是没有影响口感 但感觉就是怪怪的 三 用椰浆代替牛奶 我是到全联超市买这个牌子 是蒸的比较香 搅拌就可以闻到香味 但可能是我技术不好 最后一直没有成型 甚至我蒸完45分钟后 补一些再来米浆进去 再继续蒸15分钟 到最后还是没有成型 只能当做吃直熟粥了 我做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好啦 如果喜欢今天的直熟米糕影片 请帮我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